黑衣男子来到神明桌前仔细的查看 但下一秒伸出手 东摸西摸 一次就偷走了五面金牌 大胆在太岁面前动土 旁边的香油钱当然也不放过 可以看到他可以用毛巾遮脸 但另一个角度拍到了脸 让大家吓了一跳 金牌是怎么来的 心里的惊喜怎么来的 男子一脸惨白的脸 看起来就像日本动漫神影少女的角色 无脸蓝 窃贼发现功德香紧紧的锁着 直接放弃 隔天庙方人员发现金牌不翼而非 好傻眼 金牌有拿回来吗 有拿回来吗 好用 不知道咬过咬过不知道 没什么说 本分局日前受理一起 功庙神明的五面金牌召窃案件 他从监视器画面中发现 窃贤脸上戴面具 又用蓝色毛巾披挂头上 遮住脸部特征 研判是贯切所为 本分局选及成立专案小组 收集各项线索后 锁定犯嫌身份 同于昨日查契窃嫌导案 并起货犯案用的油压检等刑窃工具 欺读这间天后圣母宫就在路旁 深夜人员稀少 嫌犯利用深夜来报道 下手偷了五面金牌 价值五万元 但事后却以几千元变卖换成现金 警方透过监视器 依旧锁定嫌犯 警方调查 嫌犯是一名货运行司机 因为经济有困难 才会铤而走险 但偷窃就是违法 还是得乖乖接受司法制裁 记者黄烧民 今天我们报道